在電腦上,我們要直接啟動我們的Room來參加會議 請你到開始這邊,直接把Room給打開 打開之後,直接點選加入會議 這邊會請你輸入會議室的號碼 所以你就把主持人通知你的會議室的號碼輸入進去 接下來這個地方,這個地方是會顯示在參與者的網路攝影機 你的大頭貼的下方的名稱 所以一般來講,我們會把學校的名字還有姓名打上去 那這兩個都輸入好之後,直接加入會議就可以了 然後他會問你說,你要不要使用電腦的語音設備 一般來講,我們都會開 然後在台中他們都會開 agrade doing 這件事情 9更接受的是 就是名字再說